世界上最大的花家 据说是 Terefei 大概是60人民币 这是索菲亚教堂的外边 伊斯坦布尔当地的小猫咪特别多 今天就是不光是没有预算也没有计划 就随便想去哪去哪 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几年 这是李永远的 这是阿通的频道 我现在带的地方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今天呢本期视频呢和以往不太一样 本期呢我要拍一个24小时无预算的这样一期视频 我不会做什么计划 想花就花这样的视频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的朋友 他也是我的初中同学 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几年 这是李永远的 以后他在这个土耳其待了一年了 对吧 对 觉得生活怎么样这边 还可以 可以啊 现在刚接上这个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还有这个花花 花花可以是吧 怎么了 怎么样 觉得土耳其的生活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啊 你比较喜欢土耳其什么东西 土耳其很慢的生活节奏 所以比较深厚我 土耳其的开车感觉如何 很堵 对 你这车花多少钱 十几万 油钱贵吗这边 挺贵 多少人民币 十几块 这是什么牛肉吗 这是什么牛肉吗 牛肉 牛肉 这个是新鲜的烤肉 这是羊肉吧 另外一个 这是洋葱圈 这羊肉肠还是挺脆的 这是这个 当地的特色这个 特色特色 当地叫艾蘭 艾蘭 艾蘭 我来干杯 来 谢谢 这个牛奶跟那个酸奶之间的感觉是 咸酸奶 刚切了一块这个肉 这个肉里面是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 这一桌子基本上 70%都是这个肉 土耳其的菜总结起来 有没有可以概括的 比方说一句话两句话的 就是超市里面的零食 巧克力占了90% 然后土耳其菜肉占了80% 那看一下我们这段吃了多少 就是1725里 刚才这个没有吃完 然后就打包了这些 现在我朋友他们回去了 就我一个人在这个独立大街上面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 现在我是没有这个预算 就想花多少花多少 买大街的东西你都可以买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东西我都想买 就是突然间没有现实了 我并没有一个说啊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这样一个心态 我首先得找到一个我喜欢货的 或者说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一家店 不管花多少钱 我就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店 这是一个叫 这叫格拉塔的这样一个塔 就是这个 老城区的一个 也算是比较标志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呢我就选择 就是靠在这个塔边上这家地方消费 我不知道它的价格 但是我就选择坐这儿 这边吧 就在这个塔边上 这是这个塔边上餐厅的这样一家价格 你看我这个当地这个啤酒啊 啤酒都没有土耳其的啤酒 这一个瓶啤酒大概就是 将近50人民币 所以就是我想在这边喝一瓶 这个土耳其的啤酒 就在这个塔边上 这样一个游客的地方 它并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还要在这样一个地方消费呢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点了 我想感受一些就是土耳其当地特色的 但是在那里并没有 没有在换另外一家店 这是塔边另外一个地方 看他们这边的菜单啊 一杯茶是十块一大 就大概就是四块多人民币 就在这个塔边上 这是当地特色的 我打算拿一杯这个 你看这边边上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当地人也会坐在这边 游客呀什么的 现在我坐在这个塔边上了 你看这个塔 然后呢 决定就在这边点一杯这个土耳其当地的茶 就是这种茶 茶饮 茶饮 Hello 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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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付了 就是十里拉 就大概四块多人民币 其实没什么钱 但是呢 像你在这样一个地方 这么多人喝茶的一个地方 哪怕你不懂彼此的语言 眼神 和手势的交流 就可能成为朋友 然后呢 他就这样 这种情况下付了我的那个茶钱 这没什么 我也可以请别人喝这杯茶 好的那边呢 那边那家店呢 一瓶啤酒大概要这个将近四十多人点 一个不是当地特色的 一个是当地特色的 虽然我也很喜欢喝啤酒 但是我肯定不愿意在土耳其喝西物的啤酒 是吧 肯定是要在土耳其喝当地的茶 是吧 但是土耳其这个茶呢 虽然你感觉很苦 但是特别香 我特别喜欢土耳其 那边有个大爷在卖卖东西 我看要不要给他 给他我这个份子 给这个大爷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中国 中国 这个你看 人家 就请我喝一杯茶 然后呢 我就把我刚才那个 呃 我们大家吃完了 就没动过那些东西 动过那个大爷 就是 这样传递下去 就是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世界会特别特别的温暖 对吧 这边这会儿这个人还挺多的 排队的人特别多 然后这边没人的话 我就进去上去看一看 这个 估计就是几十人民币吧 可能能上去 现在 来到一个屋顶的一个酒吧 比方这杯饮料 这个柠檬汁 这是二十五里 大概十块人民币 嗯 就这样一个地方 嗯 今天就是不光是没有预算 也没有计划 就随便想去哪去哪 这边感觉还有一家这个 屋顶餐厅 就是另外一家这个 另外一家屋顶餐厅 这边的景色跟刚才那个完全就不一样 好 这边都看到这里那个 然后那边的海 还有就是这边的 那边的 那边的 我等着就点一瓶水就行了 就大概是一瓶 小瓶水是 大概十四十五年比 大瓶的是四十 刚才发生了非常非常尴尬的事情 我刚才点那个东西的时候 多多来一瓶水 大瓶水 结果呢太恐怕说 呃 如果你只是点水的话不行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欲望我要喝酒精 我实在没有欲望要喝啤酒 实在没有欲望要点其他的东西 我刚才已经喝了 就是已经不舒服了 不能再喝其他东西了 只能喝水 这种群众向他们说 不行 就在那个顶上那个地方 点水 一瓶水 哪怕是一瓶水 二十 将近二十人民币 都不让我去哪点 当你想去消费 怎么消费的时候 真的会快乐吗 会一定 我真的是只是想点一瓶 这个二十块人民币的这个矿泉水 但是他不行 不让我点 那天小失望啊 哎呀 又回到这个塔这一块了 嗯 这边有一家 这个 接着有一家超市 超市看一看 超市水再看一看 在超市里的一瓶水是多少钱 大概是两三块里了 就是 比那边要便宜一个十几倍 这个饮料 这五点七五啊 这个饮料它两块人民币 而且看着特别新鲜 这个矿泉水是两里了 就是刚才那个餐厅 那个矿泉水比这个要贵个十五倍 这个饮料的大概四里了 我觉得很修简 你可以直接坐在街头这样喝 我觉得也是特别爽的 喝着这个餐厅里都找不到的饮料 哇 现在是人了 哇 建立某个红牛的混合体 还带了一些 维生素 隔壁的那个餐厅受那个委屈呢 在这想喝什么喝什么 边上就是超市 在这儿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半钟 在这个一三半的独立大街 这是可能是世界上人流最多的这个步行街之一 这会儿还算人比较少的时候 来看一看 看一看 现在呢 来了一位新的朋友 这个是老的朋友 老的朋友 对 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我们也见过恩赐 大家好 请看前妻的视频 你在土耳机待多长时间 我一直都是反反复复 待两个月 一个月我就走了 又回来 SK呢 SK你是 OK Are you from Istanbul or from other city? Other city 阿马斯雅 对我们叫 马斯零路行街 塔比西姆广场 这边呢 这边呢 等会尝一尝 塔比西姆这边的这个烤肉 这也算是这个当地的一个座舍 我买了一个 点了一个这个 鸡肉和牛肉混的 切这个烤肉的 里面那个火 靠近这边 特别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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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58 然后这个烤肉呢 分成了两半 给了那个安安他们一半 给了我一半 这个烤肉是每次来土耳其 都要吃的东西 怎么样 这个是土耳其的快餐 他们有很多小菜 然后呢 还有一些米饭 这个 这个 他挺兴奋的 他想给我们看什么东西 啊 大家表演了 嗯 他给你一块糖呀 我一块糖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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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给我一块尝一下 你要来吧 来一块儿 来点儿 我来尝一下 谢谢 哇 哇 太幸福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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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没有我在两个人中间被虐了吗 不是 这叫硬教中文给别人 这才叫王道对吧 对吧 他们要给我们学主义 我们就要叫他中文 哇 好吗 十分 十分 你要不要 我不要你给成这样大的 拿了 来 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清口加米饭在里面 后来再几三里面 这是这个费壳 对 来我来了 哇 怎么样 他吃了米饭 然后加了这个 我再来一个 我再来一个 好 几三里面 哇 what do you feel now 年盟很重要 ok 这是一个在街边卖这个东西的小哥 这是一个在街边卖这个东西的小哥 这边还有一种当地的小吃叫做Danduni 嗨 Danduni Danduni 我们来一个 然后切成三个 现在三个 我们在这里 他的做法 啊 就像这个弄这个肉丝啊 加上酱 然后在里面 放上 放上青菜 再放上肉 看我们的菜饱了 太棒了 你们去 你给尝尝他们的辣椒 辣椒一定要尝 我来尝尝 很好吃 谁很好吃 很好吃 还可以 这种辣 有辣椒 45 45 你拿一个 所以我们这其实买的是比较贵的 对 因为这块是39分区的 说一下 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24小时无予算的另外一个感受 是说 当你就是不在乎这个价钱的时候 你可能会很快的品尝到一个东西 就比方说刚才我们买那个当地特色的小吃 叫Danduni 我们这儿是45 但如果我们走很远之后 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可能20多就可以买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 这样的话 如果不在乎这个价格的话 能省很长很多的时间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虽然就是没有什么预算 没有这个 这个具体的计划 但是也不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也不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也不会去浪费这些 这些钱 How do you like my friend How do you like him? I like Asian countries I like Asian countries I like small eyes and face 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we meet after told he's so kind Hi hello Hi can I get one to try 这是土耳其的甜食 Oh thank you 这是土耳其的甜点 尝尝怎么样 开心果 开心果味道 你是不是开心果 你是不是开心果 那啥都是开心果 奶椒 有奶椒开心果 刚买了三个 这三个大概是 三十六里啦 就是大概十四人比 十四人比 给我们三个人买 一人一个 超恨的 又回到了中午的时候 昨天带过的喝茶的地方 哎 react mac 走 cooperative 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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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太香了 怎么样?豆尔街的茶 你喜欢吗? 你不喜欢豆尔街的茶?太浓了 啊?太浓了 还是我喜欢豆尔街的 真的很浓 你家谈我吗? 没有 我现在回去了 就我一个人了 晚上我要去一家客栈 我订了一家客栈 客栈是6欧元一晚上 通常如果我到一个新的地方 如果我很晚到那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花很贵的价格住宿 我觉得不值得 比方说如果这个地方有游泳池 什么都有 有厨房很多的设备 如果我晚上11点到那个地方 我要花20欧元 我觉得不值 如果说我这个中午的时候 就到这个地方 我可能会用一整天的时间 来享受游泳池 然后呢 享受这个客栈里的各种设施 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值 然后第二天最晚的时候再退房 至少这个钱要花的我开心 我值 一个我喜欢的东西花100块钱 就那么一下 我会觉得值 我喜欢的东西 如果一个东西我不喜欢 花1块钱我可能也觉得 没必要 对吧 今天我要住的客栈是在这块 6欧元一个晚上 现在快凌晨一点了 不知道他 不知道现在他们还开不开 在这 可是伊斯坦布尔当地的小猫咪特别多 真可爱 现在我已经入路了这个客栈 它是 总是6欧元一个晚上 非常温馨的一个客厅 这是我昨天 这是我的房间 靠近这个街边 是一三半的 现在是上午的11点钟 我要退房了 这是这个叫蓝色清真寺 这是清真寺的里边 如果人多的话 所以大家一块搞这个搞油 只是觉得一个人花这个钱 没什么劲儿 蜜色 这个女性进里面呢 都要带这个头巾 大家进去的时候 会领一个头巾 出来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头巾给缓出来 这个头巾 这个蓝色的清真寺 出来之后 正对着的 它其实是 索菲亚大教堂 这是这个索菲亚教堂的外边 大家排队 从那边一直排到了 那后边 等于说是 如果我要在这边 参观这个头巾 教堂估计在等个两小时 我感觉 这个 我以前也进过里边 如果再进的话 这个等这么长时间 也觉得没有太大的心情 下面呢我要去一趟大巴扎 现在已经快中午12点了 显然看起来 这个24小时带 土耳其一三本 是不够的 啊 我觉得我需要 先买一个这个 玉米 这是10里拉 这是10里拉 这是50里拉 这是土耳其的钱 上面前上这个人物是凯莫尔 这是土耳其的第一任总统 行 这是大巴扎的其中一个入口 下面有这个安检 土耳其非常特色 这种 这是 现在要安检 现在要安检 世界上最大的巴扎 据说是 我来分享一下我查到的资料 比斯坦普尔大巴扎 这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巴扎之一 有至少56条市内街道和4000多间商户 每天吸引25万到40万之间的这个顾客 然后呢 它最初是由苏丹穆德二世下令 修建于1455年到1461年 我现在在这个巴扎里面一个喝茶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市场的内部 这个价格是 基本上我超过最贵的茶了 我最便宜的是 这是 两米辣 这里面这个茶真的是 不便宜 刚那杯茶的时候 在整个土耳其喝 最贵的一杯茶 14一杯 南法餐厅里的 一些茶也不超过这个10块 南法站里的 这是一家路边的小餐厅 人特别多 我来这儿其实只是因为这边人特别多 这么火爆的一家店 这么多当地的人 那我肯定就要来尝一尝了 通常的茶匙 哈哈 现在我们救了 内容不ن的 是的 是的 是 Awards 好 每个酒店 这两个这个吧,这是当初特色的,叫Guruma 再来一个这个 看看这是Guruma 总共这些全部加起来是155里拉,大概是这个60人民币 这应该是我24小时无预算的最后一顿饭了 这都是番茄,葡萄汤,番茄,还有这个炒的肉 来尝一下这个 冬餐的感觉 这里面是米饭和肉啊,米饭和肉 土耳其当地特色的 哇,像个洞子一样 有肉,有米,还有菜 其实24小时真的不够的 好,起码得吃个一个星期或十天的样子 像是甜点的 不是甜的,就是那种奶盖的 不是这些,不是布丁 还有烫的辣椒 最后这个是当地的这个盖 大一段的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喝 限于这个牛奶和蒜奶之间的一种感觉 所以本期呢,24小时无预算 基本上就像热饼可以告一段过来 但是它是不够的,完全不够的 所以我的24小时无预算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你可以花更长的时间 哪怕24天来体验 关于属于你的这个East Sanborn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版本的 每个地方 你也会有一个自己版本的East Sanborn 非常开心能分享这样的内容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观看 祝你们做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早上或者美好的晚上 这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这个East Sanborn 我们在另外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我是阿松 如果你对我过往九十多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 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